它是上海平价最好的一家 做二郎拉面的店 它走的是一个便宜管保的路线 虽然有还原一碗拉面 全家满厅上市就很恐怖 王叔我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万 蒜里带上肉 味道才管够 大家好 我是王龙 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 日本很有名的二郎拉面 这家拉面据说 可以把佳料堆到像山那么高 对 它是一种日本的很特色的一种拉面 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面这么有名 走 没想到上海也能吃到这个东西 很少见 今天这个二郎拉面 是我想吃很久的了 为啥呢 是因为它走的是一个便宜管保的路线 它是一个面向打工人的食物 它的特点就是价格很低 然后量特别大 价格我们先看一下好吧 它叫豚骨火蒜 大蒜 那个字念大 豚骨大蒜酱油粗拉面 然后它的基础价格是49 49块钱一碗的拉面 49块钱一碗拉面 跟实惠两个字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这个好像在每个城市都算 在上海也算是蛮贵的拉面 对 然后但是你看到上面的东西了吗 上面是加料区吗 对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加料加满的话 那来吃这个干嘛呢 对 所以其实它的价格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还要翻个翻 我们现在先 来看看它能加些什么东西 炸蛋 增加爆什么 什么什么爆蛋 加炸蛋 这什么呢 这应该是卤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0块钱 我猜炸蛋就是 加炸蛋 炸蛋 它不是那个蛋 对 它是真的炸蛋的炸蛋 这是什么 你不会日本吧 不是 它写的是中文 上面 爆蛋 左边呢 增加 没有 炸蛋是大蒜 配置炸大蒜 这个是 加大蒜要加10块钱 10块钱的大蒜 它一般能给我加多少 但它可以加三倍 说明加一倍也没有很足吧 加三倍大蒜要25块钱 这边是加猪油 加叉烧 加葱 咱不会要加满吧 既然来就来了 我们一定要全加满试试看 全加满听上去就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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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出着吃的拉面来的 但这家店其实是元素很丰富 布置的是很像G酒屋的那种感觉 墙上面贴的都是 其实都是它的菜品 还有包括它们这里热卖的酒啊 什么的 对的就是它们不光光只能做拉面 它们除了拉面之外 在外海做烧肉啊 涮肉啊 你看有不同的桌子 我们的这个桌子 明显是做烤肉的桌子 你看有个稀盘 这期中间有一个东西大家见谅啊 因为我们这个做 而且主要店里全做完了 现在是周中时间的中午12点 对 然后你看 每次满的很恐怖 它中间那一块 其实是方便大家一起喝酒的嘛 既没有盼盆 也没有吸的这个烟灶 但是它是上海同家最好的一家 做二郎拉面的店 我们就冲着这个点来的 你吃一碗二郎拉面 在这里要49块钱 可乐一罐多少钱 它还给了冰块 这个冰块 它给的冰块 首先我就排除了它卖2块5块 我猜10块 原理是什么 是因为这家店明显是要靠饮料挣钱的 我猜12块 那也原理是一样的嘛 对 它其实要等很久的 我们点点肉 我就点点烤肉 不然吃拉面太干了 但那一份拉面 你们两个要吃完很选 我们先试着嘛 我主要想试试它的元气大蒜拉面 还有它们的黑蒜拉面 我觉得我会喜欢吃那两个 我在来这家店之前 看了一个二郎拉面的攻略 你点面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咒语 你看这个攻略是二次元吗 对就是一个动画片 然后里面有两个女的 然后一个女的在那边点 另外一个女的在学人精 就看了那个就真的很想吃这个二郎拉面 那现在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完它 今天我可能是抱着吃完它的心态来的 大家都知道王师傅很能吃 我们下个赌注吧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能吃完它吗 说是说两个人吃 其实他可能就吃个两口 差不多 因为这个东西根据我的了解 它是一个既油又腻的东西 真正的日本的这种猪骨拉面 它是真的浮了一层油 如果第一次吃的话 其实会很不习惯 因为吃进去真的会觉得很腻 而且二郎拉面是这个品类当中的极限 它是油和液的极限 纯油你看它还能加猪油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四个人可能能吃完 大家暂时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四个人吃两碗 我觉得问题不大 保证今天吃完 给大家拍到吃完的画面 赌上男人在蹲眼 这赌注很大 我跟你讲的很恐怖的事情 这个是标准版的 标准版的就已经雷起来了 这个是标准版的 我觉得我标准版的都吃不完 加三倍给我给我多夸张 这个是没有加 它的蔬菜其实就是加豆芽 这个是没有加蔬菜的蔬菜 对啊 我先吃一口吧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浪费战斗力 我想知道原来是啥味道 好大量的豆芽和蒜 你看这一坨都是蒜 这是炸过的蒜 这是生的蒜 你看这个油的厚度 你加三倍油得有多油 这个是没有加过油的面 非常浓郁的那种豚骨酱油拉面 它是鲜甜的豚骨酱油 我没有觉得它非常的腻 或者非常的让人不适 反而因为它加了很多的蒜 所以 这是拉面 我偷想啊 我偷想啊 我说我失去了男人的尊业 说真的就不应该加了 太夸张了吧 它已经不是大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离谱 我不相信这是一个正常人 能够吃完的分量 这不是两个正常人能吃完的分量 我们同样先喝口汤 哦 都是油 摇的是油吧 都是油 因为它蒜加的特别多 所以蒜味巨浓 比刚刚那个蒜味要浓很多 然后这一半就是 蒜山 对炸蛋 炸蛋里面是蔬菜 这么多块叉烧我头 叉烧就是正常拉面店的叉烧水 我想我就想吃一勺面 你这一勺是豆芽 我不知道啊 我的面呢 你就把上面所有的配料吃完 你才能吃到面 那面不就脱了嘛 哦 小脚面 哦 它还是豆芽呀 你不能把它放在边上不吃 你撩起来你就吃掉了 我要吃面 哦 焯起了一根面 我知道为什么吃不到面了 因为我们点的这一份 虽然所有料都加的最满 我说面没加 但是没加面 找不到面系列 面呢 如果你想见到面 那你就从上面一点点吃下去 等我吃完之后我就不想吃面了 吃不饱三战士能把这碗面吃掉吗 我这三个可以 这碗面 我觉得一个人不行 好想吃那一碗 想吃面是吧 面在这里面在底下 终于见到面了 原来我吃的是一碗面 我还以为我吃的是一碗豆芽呢 哇 蒜辣味好油 我现在吃了 为什么他们要用粗面 因为这个粗面 在你吃上面的豆芽的时候 它不太容易泡化 所以它到现在仍然是那种 充满嚼劲的 比较硬的口感的面 完全没有坨掉 也没有变大 也没有变软 我好想他们家这个打算 没了 I'm over 那最后就交给你们两个 我说真的 我怀疑他们两个能不能吃完 带回去给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吃 不过它这个面味道确实很棒 很多拉面店 它其实面条是不怪味的 就是只有汤喝起来好像还可以 然后面条吃起来很寡淡 这家的汤汁味道是很陷入面条的 而且面条的这个口感 不会让你觉得它软不容易 让你觉得还活 对 如果你不像我们来拍视频 要点加这么多的话 你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是相当好吃的 对 正常的话 一碗拉面味道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现在这碗全拉满的 加起来的价格是250 它平时一碗自己的面 卖50 等于这碗面其实是5个人 在这个大小下 我觉得250还可以 我现在重新想 他们49块钱那个基础版 感觉上甚至有点小实惠了 对 因为已经很好了 它就是所有的元素它都有 一说到实惠 就想到了我们的老贾方拼多多 我跟你们讲个很恐怖的事情 我们4个人吃了半碗 然后剩下的打包 打包了整整6个打包盒 但话说回来 话说回来 我今天第一次尝试这个二郎拉面 我觉得体验还可以 我觉得它还挺好吃的 对 刚刚吃的时候是挺好吃的 这比如说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你来加点 试一下这个二郎拉面 我甚至还挺推荐的 对吧 你作为一次用户企业来吃一碗 那首先你们制的什么都不要加 你最多加个两倍肉三倍肉啥的 对 蔬菜千万别加 千万不要加蔬菜 本来就有很多蔬菜了 然后由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吧 肉你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但是不得不说就太多了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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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太大了 虽然我们今天的面没有吃完 但是我们想挑战这一碗的勇气 是不是很值得 大家给我们点个赞 这期视频到这边 你有要说的吗 我想说的是 这个也太失败了 关键 三个男的加一个女的 就吃了半碗 那这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网视频和小龙的账号 还有给我们视频 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我们已经打包好了 然后打包出了这么多 这一碗面 打包吃了这么多 整个工作室的午饭都 都有 最前期了 走吧